T5L 这里给大家介绍T5L EK043的一个开发板和Arduino的一个开发板 通过一个串口来控制LED灯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屏上 上面一共是有四组的一个开关 那么中间的这一个是一个PW6M控制的一个LED灯的一个 这个灯的一个调节方式 那么下面的话它是一组超声波车距仪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开关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个开关的效果 第一个灯的一个开关的效果 现在的话这个 之前的话这个面包板上的这个LED灯 它是一个关掉的状态 现在我们开启了 然后的话我们开启第二个灯 这里的第六个拼角 现在这个灯已经打开了 我们再来打开第三个拼角 给了它一个高电瓶 那么的话这个灯就打开了 第四个拼角 我们再来打开 同样的 那么上面的话四个灯的话 它是一个开关的一个状态 一个零合翼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们是一个持续调节的一个 这个LED灯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调节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滑动这个指示图标 来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调节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这个LED灯 那么的话 它的一个亮度的一个 效果的话 它是一个从 熄灭的一个状态 到持续的一个最亮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参数的一个调节方式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同时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具体的字 一共是一个0到255的这么一个范围的一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ED灯 它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从最暗 也就是一个熄灭的一个状态 到最亮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调节方式 那么下面的这一组控制的开关 它是控制的 这里的这个超声波测试语仪的一个 一个关闭开启和一个数据心灵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的话它是一个关闭的状态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参数 它是一个 是没有参数给过来的 现在的话我们将其开启的话 开启的话 那么收据的话 相当于是从这个这里采集的一个收据 它依次的话 会通过这个串口给到这个屏上 在我们相应的一个位置进行显示 那么现在来开启 那么收据的话 它就开始了进行一个采集 那么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前面放置一个物体 比如说把我的手放在这里 那么的话这个参数相应的 它就进行了一个调节 参数就变大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我把手锁进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一个参数 它就变小了 看到这里这个效果 那么的话我们再将其关闭 那么关闭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再接收了 那么清零的话 我们清除 清除反充序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里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清零了 那么这个开发板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一个引出来的 T5L芯片上的一个外部的一个支援 引到的一个通孔焊盘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方便大家使用的一个接口 同时在这个通孔焊盘的侧面 我们进行了一个引脚定义的一个标注 方便大家来接线 那么这里的话 我记得现在是这个窗口2 一个收发角接到了 刚刚我们是看到了实际的一个演示效果 现在我们来回到电脑上 看一下这个一个具体的接线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讲一个 会讲三个小块 一个是接线这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这个 GUI软件主态的这一部分 第三部分是这个 Arduino它的一个开发软件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一个接线 这里是一张实物图一个接线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将这个接线的话 比如说画了一个小图 将它具体化 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来放大一下 首先是开发板这里 开发板这里 它是一个芯片引出来的 一个外部支援的一个接口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个通孔焊盘 通孔焊盘的话 这里有相应的一个引脚定义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 相应的一个引脚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里是使用的一个窗口2 这里是一个接到的开发板的一个发送角和一个接收角上面 是一个TTL的一个电子 我们在这里 那么从这个通讯接口走出来 是接到了 从这个Arduino的这个开发板的一个收发角 收发角的话 这里是一个 是一个交叉反接 T接2 RJT 那么接过来之后 那么这里其他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接口 是开发板的一个外部支援的一个接口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使用了这个相应的一个IO口 来控制这里的一个LED灯 那么比如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引脚 第二个引脚这个IO口的话 我们是从这样接过来 接过来的话 接到了这里 在这个地方 拼脚2 在这里的话 那么的话 这里接了一个 线流电阻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一个 正负极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接了一个 接了一个 一个LED的一个小灯泡 一个LED灯 在这里 那么同样的一次往下走的话 我们是分别使用了这个地方的 第三个引脚 这里的 第六个引脚 这里的 第七个引脚 这里是接到了它的相应的开发板 那个IO口上面 那么第九个 第四个和第五个引脚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作为一个PW0M结款 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从 这里 从下面 走过来 走过来的之后 一样的 接到了这个面包板上 这里是 分别是对应的一个 第四个引脚和第五个引脚 然后的话 从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是借的一个 超声波测距移的一个 发送角和一个接收角 这是实物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接线方式 这个红外形 这个 超声波测距移 它的一个供电 是一个单独的供电的 是由这个代表板 这里的一个五幅斜过来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接线 一个阵级 一个附近 一个附近 车距移的话 这个模块 给它供电的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外界设备的 它的一个聚集的一个接线 这开发板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还有一个接口 这个地方的一个接口的话 可以通过一个USB线 接到PC单上面 可以进行个调试 调试的话 是进行一个 我们的一个编译程序的一个下载 是通过这里的一个接口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下载的 它是一个串口 波测率的话 是115200 一个5V的一个供电 那这边一个开发板的话 这里的一个接口 它也是一个USB的一个接口 它的一个串口的波测率是921600 一个固定的波测率 也是可以用来进行一个调试的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将线接好之后 线接好之后的话 那么就进行第二步 因为我们连接线的话 就是说是我们的正常通讯的一个前提 那么通讯的话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 起到一个数据传输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了 到了第二个部分 传输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传输的数据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传输的数据的话 它是从这个GUI的软件 这一块图形软件的这一块 过来的 那么现在的话看到这个 主态开发的这一个软件 那么这里的话 现在是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的话 那么这些操作的按钮 刚刚在屏上 操作的这些按钮 就是使用的相应的一个触控模块 这些触控模块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功能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这些触控模块的话 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编量地址的这个属性 我们通过往这个编量地址的话 操作这个编量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的话 将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数据的信号 给到开发板上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当我们按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比如说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个一条指令 比如说这里是5500的这个地址 5500的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的话 它会发出一个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的话就是说 当给到开发板的时候 它这个地址的话 它是控制相应的第七个引脚的 它是控制这个第七个引脚的 那么写逆的话 会像这个接口的话 给它一个高电瓶 那么写0的话 会像这个接口的话 给一个低电瓶 那么的话 通过相应的一个高低电瓶的话 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第七个引脚 也就可以控制在你的一个灯的一个 吸核面 一个状态的一个显示 同你的话 其他的一个按键 它也是同 也是这样的一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么这个独插软件 就刚刚我们简单的说 为了开发板的这个编程的软件 使用的这一部分 这里是已经写好了的一个小的一个模块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的话 它其实是几个小的模块 模块的话 它分别是基于对这几个 这几个编达地址 这几个引脚的一个一个控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的前面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定义 那么下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一次的一个 每个模块的函数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相应的一个IOCode的一个函数 PWM的一个函数 以及我的这个超声波测距离的一个函数 这几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框选的这一部分 它就是一个超声波测距离的 这一个模块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处理 包括我们的一个IOCode 它的一个接口的一个定义 是输入还是出输 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个接口的一个处理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LED灯的一个亮灭的一个控制 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电量地址 就和我刚刚软件上的这一部分 它就对接起来了 起来了 那么我们要控制这个灯的一个亮和灭的话 谢谢大家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